字幕提供 各位晚安 今天特別晚的 你看到時已經差不多1點了 香港時間 原因是因為我想 先說了 拜登 和習近平 講數 我猜在晚一點的時間 美國 白宮有詳細的 那個 披露的那時 應該我 英美時段我就會仔細評 這個談判 但我想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那個說法 而烏克蘭這麼大反應 我猜全世界不會對中國 中國有什麼好的反應 可以這樣說 我想全世界都會覺得 你中國是一幫混蛋 沒有的了 如果你問我 我會給香港人 什麼推薦 搬錢走 有得離開 我可以盡快 我很難做 另一個更好的 推薦 原因是什麼呢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今天說的 他已經直接激烏 烏克蘭 說中國反對美國 提供武器給 烏克蘭 大家說中國會提供食物 提供奶粉 即是奶粉之類的 我心想奶粉 你好意思給 中國奶粉 你好意思給中國奶粉 你想吃死烏克蘭的小孩嗎 即是說棉胎 那些 完全 你知道 你聽完這樣說之後 你就知道 阿 烏克蘭那邊的反應就是 你有沒有搞錯 我說你問一下 他直接叫中外交部的友誌 你問一下 由烏克蘭走出來的中學生 究竟叫什麼 其實 這個很清楚 他就是要幫俄司打 我覺得這種 是最難看的 你說 你說白俄司 白俄司就擺明是同屋同步的 OK 擺明 如果不然也不會 不會被人一起 Sension 對不對 但是 白俄司 是擺明居辦的 OK 而且大家都知道白俄司和俄司之間 是有一個類似 自由行動協議 其實某個程度上 他們兩個已經是 某個程度上 一個國家 OK 只不過 連盧卡申科 就覺得 喂 大哥 怎麼打和美國打不定 他自己也要保留自己的實力 我保留 怎樣 你普京白卡倒X 我賠你倒X 你記住 盧卡申科是仆街 但不是白卡 白卡和仆街 有分別的 仆街 就會知道 有些事情不能做 譬如 哈薩克的總統 就肯定是一個混蛋 但是他就很聰明 知道 西星不對 立即 說 我會搞政治改革 就是聲稱自己會搞政治改革 我覺得他是否真心搞不知 至少 他一定是 他知道 你和美國 老母子 沒有掃櫃 就一定沒有人走 哈薩克 哈薩克很聰明 哇 大哥聰明一邊 我都沒見到這麼聰明的 人 就是 這些是仆街 他鼓華 但是鼓華還鼓華 他是理智的 他號稱自己還有什麼 普京這些 就是明天輸到仆街 大哥 Russia 24 都有人造反 他都要怎樣 他繼續打下去 那種 那種 叫做白卡 白卡 是無理性的 白卡是瘋的 你說 哈薩克 後晚期 白卡肯定是 大哥 你明知你打不到的 所以他身邊那些 不是搞出失業 20號目謀 但是有些人身邊那些 沒有搞目謀案那些 都頂不住 就像萬斯坦 古德林那些都頂不住 你神經病 為什麼我回家睡覺好過 已經去到這個局面 真的 你戰局這麼危急的事 你作為將軍 你不會由轉後避疫 那些問題就是 古德林和萬斯坦 怎麼會轉後避疫 因為是神經病 都聽不入耳 所有理性的事情都聽不入耳 但是 但是你現在 你烏克蘭這個態度 你中國對烏克蘭的態度 你不用說了 你是白卡來的 你斜惡會問 擺明你明知俄國已經是敗仗 明顯 就是 我想這場仗俄國打不打得下去 其實已經有定論了 你這樣看 今天打了二十多天 OK 你這樣看 開戰的是上個月 二十四日 上個月 我在布林公國 差不多一個禮拜之後 就已經打了一個月 那時候 差不多都知道 我去布林那時候 都知道為什麼整條聯邦 就是布林那時候 那時候 那麼多 那麼多軍車 出出入入都猜到 可能 其實不一樣 NATO應該收到情報開片 那時候很交的 那時候 那時候 東偽風暴 那些 還沒搞定 那時候 那時候 交到什麼 IC 就停了在 Harmes這個城市 然後 就轉 這個 巴士 坐到Hannover Hannover 因為 中間 去布林那輛車 完全搏不到 最後 是怎樣 我怎樣去到布林 我是坐 是得鐵 贊助的士 我過去坐 由Hannover 坐到布林 神經病 那個瘋狂舉行 但是那個瘋狂舉行 我就看到 Bunders 即 Bunders Bunders 那些動向 我看到 那些軍車 真是大 整架軍車 那些軍車坦克 那些 就是沿處高速公路 向波蘭的方向推進 那你知道 北約低 知道有事情發生 那時候其實 都猜到會打 甚至會猜到 有些事情猜到 但有些事情是 事過境遲 我可以說 那一刻 我不能說 OK 你明白 這個 每個國家都有 這些 這樣的法律 OK 好了 言歸正絕 即是回歸正絕 你現在中國明知道 俄斯打不成 你都已經打了這麼久 你都還要 你還要幫俄羅斯 即是你其實 你叫美國不要提供武器 即是你已經站在俄羅斯上 因為烏克蘭明星和俄斯被弱勢 你怎會不提供武器給我 給烏克蘭 這個瘋狂 問題就是 這種瘋狂 你就可以知道 習近平 這樣下了決心 你覺得拜登和習近平 會有任何解決 不會的 因為給食物 給那些食物 但是誰能吃 大家心照 那些是甚麼 即是你見到習近平 擺明居馬支持我 差在就是等一會 我們稍後知道 他跟拜登說了些甚麼 但是你由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所說的那些 這麼侮辱的說話 即是那些 你知道 立場已經 即是怎樣 習近平已經 落了處 他落了處在俄斯上 俄斯 他明知不宜之戰 都要支持 所以你的TVB 不斷轉 不斷轉 原本說是俄斯 入侍烏克蘭 現在變成進入 沒有 你不知道 總之他的 Stand TVB 都是在 俄斯那邊的市 我去過香港 你想置身事外 沒甚麼好 好 好 你香港想置身事外 是 你發你的春秋大夢 我只是說 這個對香港來說都頗嚴重 你可以預期 美國和中國 在烏克蘭問題上 已經談不妥 那就更加不要說 在台灣問題 所以看到今天有一件事 這個也是 我這一集的背景 中國的航空母艦山東號 穿過 經過台灣海峽 這個擺明是 在拜登 我跟習近平談 之前說 你試試 你來 我打台灣 我忘記有沒有晶片 什麼都可以 剛剛推出了 Mac Studio 很棒 我也打算買 一經過Mac Pro 不經過2019年版Mac Pro 很多 價錢便宜過Mac Pro 很多 是台積電晶片 那些 Apple 那些 台積電晶片 你沒有了台積電晶片 本來歐洲 美國已經是晶片方 現在還要這樣玩 中國說 好 所以看到今天 無家家又有停電事件 台灣有些 很明顯 台灣有很多台奸 在做事情 所以我覺得韓粉 是要逮捕的 我覺得 當然 我這種說法 是很多人來說 是很辣的 我一直覺得台灣 應該驅逐那幾件大熱狗 包括黃毅民在 那幾件大熱狗 出台灣 我一向都這麼說 這幫台奸 隨時出賣台灣 誰知道 有些什麼 我們疑似扮王的香港人 在台灣 大家信不過我 我不列出的細節 那些人 你給我 我就不會 你明白為什麼台灣看的禁言 台灣看的禁言 也有漏網之餘 告訴你 那些人還說 為什麼台灣這麼嚴 蔡英文出賣手足 那些 你看到說那些話 很多是熱狗 你叫了熱狗 衝出來 在我面前說話 摸你那街 由國家安全角度來講 台灣的安全角度 我也不覺得 台灣 嫌是錯的 因為你看到真的有些第五中隊 台灣自己都一堆台奸 你現在這樣拍 你現在 你習近平這樣玩 你在航空母艦 你今天差點 你之前已經有報道 早次都是昨天的事 1020和F35 差點相遇 大哥 你這麼多的新聞 在那裡 我覺得 談不定 隨時 就是什麼 習近平開第二線 因為他20 但是沒有路走 因為 這件事就是 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 習近平現在擺明 居馬支持韓國 我告訴你 美國一定寫一些 很辣的 審訊 我想 這個你可以預料 我這麼待會 白宮公佈那個 就是 習近平和拜登 那個會議 那個內容 那個 我猜不是一些好事 我看不到是好事 如果是沒有好事發生的話 那 我覺得 我覺得 這件事很嚴重 就是 習近平 現在他的腿態就是 他沒有理性 他想 他基本上就是 俄國 他覺得俄國的態度 他覺得他要支持普京 他要做 他要支持普京 知道什麼 他要做世界霸權 他覺得就是怎樣 烏克蘭怎樣 你打死他這件事 總之 俄國就是入侵 入歐洲 然後中國就清白亞洲 就是 擺明是做俗心國的 這件事很清楚 就是 你中國如果擺明是做俗心國 就等一下看 拜登和 習近平之間的 談判那個文本 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家知道 本來歐洲 的戰火 我覺得短期 不會停 OK 除非俄斯完全打到崩潰 但是我想就是俄斯打到崩潰之前 中國有可能開第二戰線 就是在台灣或者在南海搞事 那些人說 因為俄斯打得這麼硬 所以就不敢 就是怎樣 所以就 中國就不敢打台海 我不是這樣看 如果是理性 習近平和普京不是白卡 兩個是正常人 你說得對的 或者正如正常人 如果你軍事演習 你已經知道在融雪 但是你打坦克戰打什麼 你明白嗎 如果你的戰術 是坦克大決戰 你就沒有可能打 你就明顯請了 我就明顯怎樣 叫所有人都回去 明顯整備過 然後明顯才開戰 就是如果明 如果是秋季開戰 我就 或者秋季 就是秋季 或者是冬季開戰 我告訴你 就未初冬開戰 就開始結兵 我告訴你 如果初冬 或者中東開 就是 冬天初中期開戰 俄國的坦克部隊 應該少很多麻煩 應該可以快速推進很多 到時候 戰況未必好像現在烏克蘭打 那麼順利 現在烏克蘭打那麼順利 某個程度上 是有天氣的便利 現在就更加不用說 現在全歐洲開始軟 軟 即是你那些黑土 那些 傑塔塔的黑土 打不成 基本上你 你普京打不成 那問題就是 但是 今次你普京都明知 不要 減速衝去打 你這樣說 普京學力好過習近平 他越練好過習近平 對不對 他是識德文 識柔道 駐紮過在德雷斯頓 即是有見識的人 雖然他是東德年代的德雷斯頓 即是一個有見識的人 有見識的人都可以打到 因為可能 即是有些人就懷疑他是不是有一些 即是真是精神病患 即是真白卡 你想想一下 普京都搞成這樣 習近平更差 尤其是普京和習近平最不同的是 俄國有一班人是理智上知道 不能打的 知道的 有人會意圖 橫抗的 即是覺得不行的 即是有些 你俄司 譬如俄司第一台的記者 那些人說 你以前又說什麼 老實講 有些人是爭氣到那一刻才知道他差了 他們之前覺得打了一份工而已 犯法嗎 不是每個人 你接著就發現 原來爭氣那些人都是瘋 瘋了 但是都瘋了 他們都瘋了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是怎樣 他不是為了自己 是為了民族救族 如果你裏面沒有任何反抗運動的話 俄司之後的下場很慘 就會變成日本 日本真的要扔核彈 如果日本那時候扔核彈 扔得這麼爽 他覺得日本 所有日本人都是 美國人的敵人 扔核彈就扔核 核就核 你現在就知道 俄司要知道 俄司的人 並不是其他人的敵人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保留自己的文明國家身份 那個 那個名字 俄國人是知道的 俄國人是知道的 這些歷史的事情 他們有這個意識的 那些自私分子 所以 有人做這樣的事情 是正常的 俄司一 今天俄司二十四 有人造反 很正常 那些不是假裝的 那些是 做了多少 都是電影少年那句 那句 就是 寧願屠勞無功 都不能無疾而終 就是那些 電影少年那句 就是 寧願屠勞無功 不能無疾而終 那句 所以 你問我為什麼 這麼熱狗 有些我寧願屠勞無功 都好過無疾而終 熱狗 日日都喜歡無疾而終 這群熱狗都回去 扑街 是這樣的 那麼 你現在習近平 這樣玩 你香港人自己可以怎樣 有些 有一個黑警 有一個人 就是 身為黑警老公 就說 你留在香港那些 才是抵抗 我想問 你留在香港 你這個人有什麼抵抗 你先交代你老婆的身份 我對大部分平民百姓 你沒有辦法 香港的情況 給烏克蘭警察 烏克蘭的男人 要留在當地是正常的 因為 你有 你拿槍的 你有軍隊 OK 你有服役的 這是你國民責任 OK 但是 虎魚都是走的 虎魚都是送走的 虎魚都是送走的 一樣 香港如果你是小的 虎魚 我覺得是要離開的 你習近平這樣玩下去 你香港人 黃之鋒那句金句 你曾黃之鋒也是說過 You have no gun 大哥 You have no gun 你明知道那些白卡 如果你不想 無疾如終 你就 只能夠 帶多些人走 帶多些人走 減少受影響的人 就是 你甚至不要把自己 留下錢給 資助習近平 做白卡戰爭 打台灣 我經常叫人就知其他事情就是 我為什麼要留些錢給習近平打台灣 很簡單 我不讓你割韭菜 你說割不割韭菜 可能習近平不擔心 沒關係 為什麼 為什麼我賺的錢 要資助你打台灣 夠了 是這麼多 我想如果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這件事不複雜 這件事 習近平你現在這樣擺明 居馬支持俄國 這樣就很清楚了 這件事 你現在就知道 美國應該會有制裁 習近平也不排除 無緣無故開片 也不知自己看他的態度 你看解放軍的態度 你都知道 無緣無故開片 然後怎樣 尤其是中國人的白卡道 總體 比俄國更厲害 我剛才說的就是 我國人也沒有這麼白卡 但是中國人就是 那些小粉紅 就完全黏著重製 甚至香港一堆人 為了自己權位 都黏著重製 你自己這樣下下下 What is the next 所以你問我今晚 英美時段 我分析了 你說習近平 和拜登的會面之後 我看不好 那個狀況 看不好 真的 如果你問我 我對大家 就是 你可以走就走 你明知這個白卡 而且你這個風暴 可能來得很快 你不知道的 就好像 普京那時打 我都沒有這麼說 他是白卡 理性上 就是普京不打 我說得很清楚 這些事情 我的分析其實說得很清楚 我真的有一件事 我最後一分多鐘 我想說話 你問我 為何 很多人說 是同業而已 是否經常追斬業績 這個地方 如果我不同意 某個同業說話 其實一般來說 大家就不出聲就算 大家沒有存在過 我沒有看過這些東西 其實我沒有看過這些東西 夠的 這個很好 好像有些評論人 我不同意 不出聲 我連名字都不提及 我告訴你 但你熱狗要做兩件事 做三件事 第一是斷章取義 第二是你惡意醜化 在SEO的層面 第三是GUA的Instagram GUA的Facebook 有一個叫吳葉康 告訴你 人們知道他的地址 告訴我 我是要求 吳葉康就不用說 我簡直是要求 這是Harrassment 這個就是熱狗 為何我對熱狗 每一個真心 甚至細緻的資料 都要搜尋 而且要他們在匯面網上消失 因為這群人是黑社會 最硬 比小粉紅更硬 小粉紅都知道 就是 他們打 他們說 流不了言 那就去其他地方玩 都不會知道 這群人會夠膽知道 這群人真是最糟糕的 中共走狗裡面 最賤的 那群人 是跟梁振英那群人 是同一個系列的 所以你說 最終要清算是誰 就是梁振英 就是這個 好了 今晚這一節 講到這裡到底 我等美國白宮 公佈了